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赏识丰富的恩典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8月24号 今天的经端是 列王记下第11章第1节到21节 雅哈谢的母亲 雅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朝昭灭王室 但雅兰王的女儿雅哈谢的妹子 约十八将雅哈谢的儿子 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 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 躲避雅他利亚 免得被杀 约阿斯和他的乳母 藏在耶和华的殿里 六年雅他利亚 串了国位 第七年 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 和护卫兵的众百夫掌来 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 与他们立约 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 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 夫妇他们说 你们当这样行 反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 要看守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 三分之一要在 护卫兵院的后门 这样把守王宫 拦阻贤人 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 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 个人拿手拿兵器 视为护卫王 凡散入你们班次的 必当致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当跟随他 众百夫掌就照着祭司 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 来见祭司耶和耶大 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 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掌 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 在弹和殿那里 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视围 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 带上冠冕 将绿法书交给他 告他做王 众人就拍掌说 愿王万岁 亚他利亚听见 护卫兵和民的声音 就到民那里 进耶和华的殿 看见王兆立站在柱旁 百夫掌和崔浩的人 势力在王左右 国中的众民欢乐崔浩 亚他利亚就撕裂一呼喊叫说 反了反了 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 军兵的百夫掌说 将他赶出班外 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 众兵就散开让他去 他从马路上王宫去 便在那里被杀 耶和耶大使王和民 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 又使王与民立约 于是国民都到巴黎庙 拆毁了庙 打碎坛和巷 又在坛前将巴黎的祭司 马坦杀了 祭司耶和耶大派官 看守耶和华的殿 又率领百夫掌和嘉利人 与护卫兵 以及国中的重名 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 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 他就做了王位 国民都欢乐 合成都安静 众人已将亚他利亚 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 约阿斯登基的时候 年方七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是 犹大国的历史 而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 我们有读到一位亚他利亚 亚他利亚是亚哈谢王的妈妈 但是亚他利亚 亚他谢死了之后 亚他利亚却趁机会起来 把所有的孩子都杀了 把那个王室继承王位的 可以继承王位的人都杀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自己做王 所以有人说他其实是在 这个犹大的历史上 或圣经的历史上 他是在圣经里面的吴哲天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 事实上也有一位女皇 叫做吴哲天 那可惜的是 亚他利亚这位女王 虽然他做王 但是似乎不得民心 特别不得上帝的心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敬拜引导 众人去敬拜别神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候 其实巴黎的神庙 其实是非常的鼎盛 在这里其实很特别的在描述 好像一个狸猫 换太子的故事一样 这个王子就被隐藏着 事实上那个可以继承王位的人 都被他杀了 所以事实上没有人可以继承王位 只有他而已 但是单单的只留下一个婴孩 而这个婴孩就被藏在圣殿当中 很特别的被藏在大祭祀 就在那个耶和华的圣殿里面 在那里被保存 并且直到他七岁 在他七岁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要知道 一个孩子在七岁的时候 他其实还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他七岁的时候 祭司耶和耶大 在当时候他就展开一个行动 他展开行动 并且请这些人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可以动用当时候的 祭司大祭司 他可以动用这些国内的军队来保护王 表示什么 表示当时候 这一个女王他可以动用的人 以及他的亲信跟人法 其实不足以让他可以撑起 他掌管尤大国的这个国位 以至于在军人在祭司在勇力之下 这个约阿斯登基做王 他登基的时候只有七岁 而这个亚他利亚他就死在他的王宫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更要紧的是我们在其中 尽管都读到人跟人征战的事情 但圣经不断的在里面 隐约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要细细的从这些人的征战 跟彼此杀戮的事件当中去读到 原来上帝会保守人 即使亚他利亚千方百计 要把所有可以有资格当王的王子 全部铲除 但上帝仍然会留一把火 放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 换言之即使当下你权势够大 你杀戮的够狠 但上主仍然会保留一线生机 使人可以看见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而这个盼望足足等了七年 我们就可以发现 上帝放的这个盼望有多深 有多久 他需要时间的累积 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 是的 上帝的故事在这里还没有说完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我们深信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人看似绝望之处 但你仍然要说你的故事 求主帮助我们 在你的故事里面存活 并且继续述说你的故事 即使是在最绝望的时候 祷告奉考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